要努力创造因缘,而不随缘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上次听进会长老讲,相对于其他宗教,像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弟子甚至出家人的传教,似乎不够热情。 其他宗教,恨不得让天下人都归于上帝门下,但佛教徒却少了这些热情。 许多人讲,都要随缘,就不这么热情了。 在五台山,某个寺院,偏僻无人,遇到一个师父。 问,怎么这么少人来这里礼拜呢? 师父答,有缘就会来。 第一次感觉师父的回答实在是精辟。 但转念一想,不对,佛弟子应该要努力创造因缘,而不是随缘。 有时候容易把随缘当成逃避的借口,也造成许多人偷懒,不思进取,消极。 随缘是随顺世间的因缘,好比入乡随俗,不是不思进取。 而要想随缘,必须要无我。 没有达到无我境界,随缘都是骗人的。 佛弟子要努力创造各种因缘,佛法能流传下来,和祖师大德用各种善巧方便是分不开的。 这些方便,都是在创造因缘。 比如说,佛教有范北,有佛像,这些都是祖师大德的善巧方便。 让佛法流传下来,没有这些善巧,佛法就没有这摩普及了。 我以前在疑惑一个问题,禅宗不提倡网声,那么他们都到了哪里? 看了敬惠长老开世,禅宗注重荡下,注重今生,要全力以赴,往生哪里都不关键了。 看到全力以赴,才知道禅宗的精髓。 我们应该具足这种全力以赴。 就是这种全力以赴oe的颜色。 感谢观看